第1個圖案有5顆小豬 每次都加4顆 第6個圖案有多少顆小豬 第1顆有5 第2個是5加4 第3個是5加4加4 即是2乘4 第4個是5加 2乘4,即是之前的圖案,再加1乘4 所以就是2乘4加4,即是3乘4 所以你可以慢慢看到 其實每一個圖案都是加4顆豬 所以你看到這個圖案的數目 和豬仔的數目會跟著變化 第1個圖案有5顆 可以寫了5加0乘4 第2個圖案是加1乘4 所以你看到這個圖案的數目 和這個加豬仔的次數差1乘4 所以你看到第5個圖案是5加4乘4 即是加了4顆豬仔4次 所以你看到第6個圖案是5加5乘4 即是把這顆豬仔加了5次 因此你看到就是25 都被迫在這顆豬仔4次 我看得到的話 是6加1個小冰箱 那是4個圖案的 觸控器